乌来信贤文化健康站是原住民族委员会所补助 设置在乌来信贤教会 主要是为了提供原民长辈世界的关怀与照顾 每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都会安排各种活动与共餐 帮助长辈在地健康老化 跟着警文科大学生一起动动手动动脑 长辈们显得很开心 这里是乌来信贤部落文化健康站 主要是为了照顾原住民偏乡部落长者 由原住民族委员会补助新北市政府 在乌来区信贤教会所设置 主要是55岁以上的原民长辈 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时间 都可以来到文化健康站参与各项活动 以原住民来讲就是55岁以上亚健康 他可以走路到我们的站内 一起来跟我们互动 有时候也成为我们的学习者 我们彼此的学习 因为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 都来这边不错 目前信贤部落文化健康站 总共有三位照顾原 除了安排各种手作 团康 桌游 健康促进活动 更特别的是还规划了老幼共学 为健康站注入活力 创造两代共学共融环境 健康站有提供平常的健康促进的课程 延缓老化的一些的活动 还有文化心灵 文化心灵的部分 我们比较着重于我们文化上的传承 就比如说泰雅的编织 口黄琴的制作跟吹作 还有泰雅歌谣的传唱 然后这边比较特别是 小朋友也会加入我们 所以我们这边也推行了老幼共学 文化传承的活动 新北市针对原住民 引发长辈规划各项事切服务 增进社会互动与参与 也希望借此推动在地旧药 在地健康老化理念 记者声明站门奇 乌来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